欢迎来到新星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张艺谋电影第20条定档大年初一 雷佳音玛丽赵丽颖多位主演发声 人到中年 也可以找回初心 1月12日 张艺谋指导的电影第20条发布预告 官宣定档大年初一 电影官博首次公开主演阵容 由雷佳音、玛丽、赵丽颖、高叶、刘耀文、王霄、陈明浩、潘彬龙、张艺、范伟、于和伟、许亚军、李乃文、蒋奇名、阿如纳、杨浩宇、乔山、蒋诗蒙、王佩璐、丁永代、刘亦帖等出演 官博发文 大年初一 说说咱家的事 为了你和我 为了他和他 张艺谋电影第20条定档大年初一 电影定档的消息公布后 雷佳音、玛丽、赵丽颖、张艺等众位主演发声宣传 雷佳音、人到中年 也可以找回初心 赵丽颖、第20条定档大年初一 玛丽、微笑、抬手、锤打出咱生活幸福的节奏 高叶、用温暖热忱的心、守护每一份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刘耀文、少年的世界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赵丽颖出演张艺谋新片第20条 展现不同的魅力 赵丽颖作为一名极具人气的女性演员 她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观众喜爱 同时她的外貌和气质也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 作为一名演员 她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还多次获得大奖 然而 她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感到满足 她持续地挑战自己 尝试着不同的角色和风格 从电影到电视剧 从小品到影视剧 她都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 近期 她在张艺谋导演的新电影《第20条》中担任了客串角色 尽管她只是一个配角 但她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第20条》是一部以剧情和喜剧为主题的电影 描述了中年检察官韩明在追求职业晋升的途中 意外地卷入了一个严重的案件 这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性、道德和公理的深入探讨 影片以轻松幽默的风格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同时也让观众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心理分析 并从中获得人生启示 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包括雷佳音、玛丽、高夜和刘耀文等人 而赵丽颖则扮演了由刘耀文扮演的男子团体偶像的母亲角色 赵丽颖在电视剧《第20条》里所扮演的角色与她之前的形象有着显著的区别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活泼、可爱和美丽的女主角 而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和贤良舒德的母亲 她从外表到内心都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 让人觉得她不像她以前那样单纯 更像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灵魂 她的打扮相当简朴 没有过多的化妆和点缀 仅拥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对明亮的眼睛 以及一丝微微的笑意 她的演技也非常扎实 从她的眼神里可以感受到一种温柔而又坚定的力量 她的演出显得十分自然 没有过多的戏剧化元素 仅通过一些微妙的动作和面部表情 就足以表达出她对儿子深深的关心和支持 赵丽颖在张艺谋的新电影 第20条中有客串演出 尽管她只是一个配角 但她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同时也展示了她演技的不断提升和多元化 在影片中 她扮演的女主角是个很有特点的女孩 她具有很强的表演天赋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赵丽颖不仅有能力塑造出充满青春 浪漫和甜美的角色 还能呈现出成熟稳重和温暖的氛围 她的表演才华不受年龄 性格或身份的束缚 她的魅力也不会被类型 风格或题材所影响 她是一个充满无限潜力的演员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